在2015-16赛季的英超联赛里一只名不见经传的生班马球队莱斯特成立压多之英超 好强历史性的夺得冠军 一时震动整个世界足坛 这其中球队主力射手瓦尔迪在联赛中打近24球是球队夺冠的最大功臣 并被招入英格兰国家队与此同时更爆出瓦尔迪 此前仅在英格兰第9级别联赛效力三年之间 他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球员成为炙手可热的球星经历可谓相当传奇 被球迷赞为英超励志哥 而在中超联赛里同样也有一位与瓦尔迪经历 颇为相似的球员6年前他还 在小学当体育老师只是一名业余球员 如今他已成为中超球队的主力可谓中超瓦尔迪 他的名字叫伊利哈木江伊宁江 目前效力于贵州横峰队伊利哈木江出生于1986年 2012年以前伊利哈木江分别 做过小学体育老师和大学体育老师 只是一名业余球员 最大的成就是在2010年帮助他就读的新疆师范大学队 夺得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冠 均伊利哈木江大学毕业后 曾有尝试去职业队踢球的想法 但遭到家人的反对家人更希望他能从事一份安稳的职业 比如老是伊利哈木江于是回到家乡 当了一年的小学体育老师 但还是按捺不住想要踢职业比赛的欲望 2012年他准备前往深圳到深圳 红在对视训诞贵州队的工作人员 将伊利哈木江截胡于是他登随了贵州队进行训练 加入贵州队之后伊利哈木江训练级为客 苦努力经常加练体能体能军人比赛场上能披能抢表现 特别积极在2012赛季中一决 赛里伊利哈木江打入制胜球率队夺起中一联赛冠军 便成功刷入中甲 接下来的中甲2013赛季伊利哈木江打入五球证明了自己病 不比科班出身的球员差代一看的是 球队不幸降级再次降回中一 一个赛季后贵州队顽强地再次冲回中甲 而在2016赛季伊利哈木江打进六球球队 也以中甲第二的身份升入中超2017赛季伊利哈木江中超出场 25次送出两次助攻本赛季迄今伊利哈木江出场 14次有两次助攻尽管贵州队目前面临降级的趋势难以改变 但伊利哈木江还是证明了 自己并不比职业球员能力差多少伊利哈木江 是一名新疆球员中超赛场上的新疆球员 并不多见此前中国足坛小有名气的 新疆球员是巴黎巴黎能力 确实不俗曾多次入选国亲国奥队 但他也是个问题少年 与次违反俱乐部的规定 从而遭到处罚 现在巴黎只能在中甲球队效力作为一名从贵 周队成长起来的球员伊利哈木江 一直被俱乐部心存感激 当有记者问及如果有其他高水平球队邀他加盟 他会如何处理是伊利哈木江回答 高水平球队是我带来到贵州之后的目标 可是我更愿意贵州变成高水平队伍 迄今伊利哈木江已为贵州队效力了七个赛季球队 进进出出 更换了多名球员32岁的他 仍然在球队坚守着梦想 有球迷说伊利哈木江是中超而二敌 因为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 尽管伊利哈木江的个人成就可能永远无法比肩瓦尔迪旦 这位中超励志哥让我们懂得了一个显显的道理 那就是永远不要心事自己只要对字 极有信心并坚持努力 那么你的付出一定会有所回报